劉香萍這日應好朋友涉家宴的邀請出席電台節目 說到日前有酒店在網上向他公開信 除了說他借錢不還 又說他帶人來吃飯收回湧 還說和他買的電影換票只是騙局 搞得劉香萍這麼生氣 他否認了所有指控 反而說對方欠了他十八萬五千元 說這一切都是對方想著借錢不還的詭計 我女兒簡直很失望 她以為這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才用半家、特家 飛去歐洲幫他拍 然後27日也特意給他面子 出現去跟他撐桌 就是給他面子 因為他在Facebook和某些報道 一面倒其實我是很傷心的 因為我當他是一個朋友 我現在發現我愛錯人 他根本就不值得做我朋友 他用這些行動 那我就要求了他 因為他是公眾 我也要求他在公眾寫一份道歉書 然後欠錢可以大家坐下來慢慢談 但是如果他是不做一意孤行 以為前天做了這個動作 就可以不用還那筆錢 他的做法是錯的 這個是詭計 只是包不住火 你是欠錢你就要付錢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方法 他用這個方法是錯之大錯特錯 就是錯得很離譜 如果他是不去做個公開信道歉 那我下一步當然要找律師 那他是浪費我寶貴時間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有正能量的意思 即是說我的寶貴時間 我是想做在創意 對所有的事情是向上去 並不是用來吵架 打官司 找律師 諸如此類 這些是負能量 我根本就不想做這些事 但是如果別人迫過來 我不想做 我都很可惜 要抽時間去做這些事 其實過去我三年 很多事情我都有記錄 所以他不能說他是 就是逃避責任 選擇